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关于阿娇 下面呢我们就一同的来分享 阿娇离婚了 这段原本被很多人祝福 也被很多人质疑的婚姻还是结束了 虽然时间短的让人惊讶 从2018年5月高调结婚 到媒体报道的离婚时间3月1号 仅过去了14个月 令人诧异的是 这次是阿娇主动提出的离婚 看上去顺从又不自信的阿娇 似乎开始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两年前的那场婚礼盛大而浪漫 现场摆满阿娇最喜欢的紫色鲜花 台演十八楼客室水晶吊灯 嘉宾既有人搭华 温碧霞这类老牌港星 亦有张志林夫妇 阿萨 薛凯奇 杨承林等熟悉的面孔 有人打趣 这场婚礼好似一场星光叶异的颁奖典礼 新郎赖红国是台湾的正经医师 小台四岁 高大俊朗 身子男星张孝全 新娘阿娇本就滋容娇美 那天披上白纱 眼光更盛 到了至此环节 她哽咽道 走到今日好不容易 眼见阿娇落泪 赖红果搂住她 亲吻她的额头 这场婚礼有些仓促 多少人都抱着祝福的态度 情路多舛的阿娇 终于得偿所愿 南方虽非豪门 却也是青年才俊 连粉丝们都觉得 阿娇终于摆脱那件事的阴影 嫁给了爱情 这场婚礼与这次恋情 为她带来了近年来 难得的关注度 阿娇想结婚 早就不是秘密 2016年 她出道的第15年 曾经将她置于 舆论风口浪尖的 艳照门事件 过去了8年 在综艺节目 《饭局狼人杀》里 35岁的阿娇 称自己不想谈恋爱 想直接结婚 她对未来的伴侣 期望很简单 尊重我 还有爱我 话音未落 她有些卑微地补充道 现在男生都有很多朋友 我只希望她可以爱我 比爱朋友多 多个节目里 她毫不避讳 自己想结婚的心愿 甚至哭着说 没有人愿意娶我 让恨嫁 一度成为阿娇身上 密不可分的标签 之后不到一年 阿娇就宣布了 和赖红国的新恋情 是她口中很关心我 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的人 2018年2月 她在印识 微博等社交网站 同时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 阿娇素白手指上 带着分量不小的钻戒 配文是 下一站幸福 还附上了一颗红色爱心 阿娇要嫁人了 是个足以轰动娱乐圈的新闻 然而 在这段颇受关注的感情里 她似乎没有人们想象中的 那么幸福 早在阿娇 刚公布恋情时 就有媒体报道 赖红国不是好男人 有过婚时 私生活混乱 曾与多位异性 保持不正当的亲密关系 那时阿娇力挺 当时还是男友的赖红国 先是回应 我相信她不是这样的人 很快又声明 每个人都有过去 不要介意 婚后原本买包 不看价钱的阿娇 考虑到赖红国收入不高 一起逛街时 很少再买这些名牌 原因是 照顾到她的感受 比较不敢买 平时若是两人发生矛盾 一旦意见相左 她也总是 主动让步的那个 阿娇是女明星 又是面容精致的大美人 本该非常自信 可细究过往情史会发现 她在感情中的姿态 始终放得很低 之所以答应成 冠希拍照的原因 是太喜欢她了 每天小心翼翼 等待对方发来的短信 说到这种请求后 比起担心照片被泄露 更害怕失去她 恋照门爆发 事业与爱情接连受挫 让阿娇变得格外不自信 一段时间里 阿娇男嫁成了人们 心照不宣的共识 英皇主席杨寿成 在阿娇结婚时 送了千万嫁妆 说的是 我很开心 阿娇真的很难嫁出去 处于这种目光下 带着对过往经历的不安 于被陪伴的渴望 阿娇欲加想要步入婚礼殿堂 赖红果像是她急于抓住的一根稻草 她很难再去慢慢考量 或者更顺重一点 哪怕此前已经有人提醒她 她选中的这个人 或许没那么可靠 阿娇总是怯怯的 尽管有着公认的盛世美颜 阿娇对自己的评价 确实从来都没有自信过 自卑 内向 说话怪怪的 像个外星人 和主持人李静谈到自己时 她说得认真 一字一顿 像尽力配合老师的小学生 这与她童年的漂泊有关 阿娇的妈妈在18岁时生下她 一年后丈夫离世 她开始了独自抚养阿娇的生活 要工作 要养活自己和孩子 她不得不在外打拼 阿娇跟着她四处辗转 光是幼儿园就换了六个 住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给很多不同的人去照顾 美欢地方 看到别人早就成双成半 她不免产生局外人的疏离感 一来而去 她不免对交友 感觉悲观 我都要转笑了 还交什么朋友 这让她很是羡慕朋友 周扬青的人生 从小受到呵护 没有大风大浪 一路平平稳稳 而她 只有一个从小陪伴着她长大的朋友 她的表姐 她们的父母都属于照顾 她们彼此相依为命 儿时的漂泊和寄人篱下 让她对家庭更加渴望 她想生孩子 她想当妈妈 但她一面渴望家庭 另一面又对人难以亲戒 在婚后的一档综艺里 她和丈夫一起参加了一个心理测试 按照规则 她们要写下生命中最重要的五个人 并依次把她们的名字画掉 代表这个人从此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出人意料的是 阿娇第一个画掉的是老公赖红国 最后留下的是表姐 她解释道 认识赖红国才一年 沉闷害羞 没有套路 不会来事 即使成为了明星 依然如此 并子录节目时 负责说话打趣的总是阿萨 只管表演的总是阿娇 这样的性格 必然不适合当时的香港娱乐圈 也让阿娇差点错过了 命运赠送的那颗糖 2000年 阿娇刚满20岁 相片夹在一堆女生的照片中 被模特公司 寄到英皇金牌经纪霍文西的手上 霍文西还记得 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 顺眼 有点婴儿肥 但算不上靓女 她给阿娇安排了试音 但三句不到就把她打断 毫无神气 声音还在抖 她觉得阿娇不行 又过了大半个月 她把阿娇叫回来再试一次 这回的阿娇站在麦克风前 明显从容了许多 霍文西这才知道 这个女生能唱 就是太害羞了 当时公司里还有个圆脸姑娘 蔡卓妍 比阿娇小一岁 她俩常常约着出游 买同一款式的衣服 当她们同时出现在公司时 总会被客户当作双胞胎 这样本身就有个双胞胎姐妹的 霍文西 灵机一动 Tunes组合 应运而生 成立才不到一年 Tunes以年轻的像微画饼一样 干脆的青春美少女形象 迅速攬下 劲爆新人王大奖 像节节拔高的火箭 出道一年 21岁红刊开唱 打破了登上红刊的年龄记录 出道五年 和吴彦祖演对手戏 一举入围第十届金子金奖 最佳女演员 并于同年 担任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形象大使 青春美少女 活泼小甜心 她们一时风光无俩 连续拿下了 从03年到07年间的 最受欢迎组合奖 那时候TVB过年祝福雨都是 祝你今年比Twins还要红 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平凡少女翻身梦 新派育女掌门人 直到发生宴兆门 一组不雅兆被陈冠希 被放入了名为 Lifestyle及Girl的电脑文件夹中 2008年1月27号 一名电脑维修员打开这个致命的 潘多拉磨盒 从此一切变得不一样 阿娇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当事人 也是公关最失败的那个 庆生会上 她带着勉强的微笑说出 很傻很天真 堪称失败的危机公关典型案例 这句话也成为那几年的网络流行语 让她陷入被群潮的境地 相比起美人的风风光光 识瓜群众更愿意拒绝 玉女变玉女的烂俗八卦 也乐见一位女明星的急速坠落 当年阿娇原本有电影《梅兰芳》上映 在片中饰演梅兰芳夫人 扶芳之青年时的样子 燕照门风波后 她的戏份全部被删 2008年雪灾 TVB举办《镇灾一眼》 Twins灯台演出 当天晚上电视台收到几百宗投诉 大多数投诉内容只有一个 讨厌阿娇 她不该出现 演出之后 阿娇主动提出休息 停工之后 家人还不起房贷 不得不把房子以低价出售应急 讳莫如甚的风沙持续将近两年 直到2010年参加综艺节目 快乐大本营 阿娇已经在后台化好了妆 却被临时要求不能登台 在燕照门发生后的 智云饭局节目采访中 阿娇曾眼含泪光地说 我最希望的就是人们起码给我一个尊严 我不觉得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就应该完全没有尊严了 做人最起码有做人的尊严 但仔细想想 她究竟做了多大的错事呢 需要这样费尽力气 希望得到尊重呢 燕照门彻底改变了几位当事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华语演艺圈的格局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未来巨星 在一次次失望中 玄秘付出的机会 阿娇努力不让自己下坠 她开始在内地的古装剧中 出演一个又一个配角 也重新唱歌 推出自己的国语专辑《童话》 港台艺人素来有改名改命的习惯 2013年 阿娇将自己的名字 从中心同改为中心同 寓意为有一个全新的感觉 但在改名后的微博下面 网友刻薄地留言 再改还是那样 任命吧 也不是没有演过热门电视剧 2014年古装电视剧 《古剑奇谈火爆》 李易峰红了 陈伟婷红了 杨幂和郑爽更红了 唯独阿娇在一众主要演员中 不声不响 整整八年过去了 燕照门三个字 依然是她的原罪 后来 阿娇也重逢过那个 让她背负上原罪的人 2015年 她在飞机上偶遇陈冠希 不知该如何面对 特地换了远离她的座位 为此 陈冠希在飞机上写了一封道歉信 托人转交给阿娇 她看到后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迟来的道歉 也好过什么都没有 算是个安慰吧 近几年阿娇做直播 还有好事者在评论中刷屏陈冠希三个字 她显然看到了眼神躲闪 这让人不免想起 她早年在节目中说过 陈冠希是她所有交往过的男友中最喜欢的 如今阿娇39岁了 女明星到了这个年龄不温不火 大概率就该淡出主流 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那个可能本该属于阿娇的时代 在2008年戛然而止 而在他们这一代夜梦无闻后 再也没有曾经辉煌的东南亚港星群体了 如今阿娇只能以离婚这样的花边新闻 短暂地登上热搜榜 短暂地吸引人们的眼球 随后人们可能又会很快地将她遗忘 作为入行19年的老演员 阿娇最近一次演戏 还是在2019年下半年的 《演员请就位》节目中 一堆新人之中 她演起民国女性阮玲玉自杀前的最后告别 眉眼低垂 神经决绝 哀莫大于心死 阮玲玉短暂的一生 被爱所困 为爱而死 在堪称精彩的这段表演中 不知阿娇与阮玲是否产生了某种共情 不过好在 这次是阿娇主动提的离婚 时代不同了 与2008年相比 女明星离婚不再被视为一件丑闻 反而可能被夸赞成 女性独立自主的开端 但愿阿娇 也有一个新的开始 女性独立自主的开端 就如何使用传闻 能够生死 女性独立自主